麻煩 大家好 我是尤尖警區重案組第一隊案件主管 徐准安高級督察 以後下來我會和大家簡報 在上個星期三 也就是2021年4月7日 在尤麻地發生的一宗 巨額現金行劫案 案中的受害人是一名本地的商人 在案發當日的中午時份 受害人和他的兩名職員 正在運送巨額現金 1600萬港幣 是去一間爪玩店匯錢 當我們的私家車行駛到 由麻地海保路往旺角方向的時候 突然被身後的一架銀色茶車猛烈撞擊 導致受害人私家車嚴重損毀 茶車上三名賊人 隨即跳車 並且手持刀和鐵槍 打爛受害人私家車的車窗 將1600萬的現金搶走 然後上一班茶車逃去門中 由尖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 在經過我們日以繼夜 夜以繼日翻查海量的閉路電視片段 和深入的情報分析之後 我們發現這一宗結案是有精密的部署 由麻地海保護車和名車 和名標 隨即在前日 即是4月15日 我們尤尖警區刑事部的人員 就在全港各區作出拘捕行動 當中四名的本地男子落網 年齡介乎24至26歲 在行動期間 警方也都成功起回部份的劫款 包括現今大約港幣20萬 以及 刷人用結款所購買的名車和名標 總值大約150萬 而我們在行動當中 也都檢獲 相信是與案有關的鐵錘 GPS追蹤器 以及刷人犯案時的衣著 警方相信今次的拘捕行動 已經成功瓦解了 一個有組織的犯罪團火 拘捕行動仍然進行中 那麼我們有關的被捕人士 現正是被扣留調查的 最後我想在這裡重申 打擊暴力罪案 以及有組織的罪行 是警方的首要行動項目之一 我們警方絕對有信心 以及有能力 去打擊這些罪案 以及將犯法的人承之於法 我今天講的簡報就去到這裡 看看大家有沒有些甚麼問題 現在發問時間 犯犯請所有有問題 想發言的體力 先講出你們的機合名 再促作的復合 謝謝 我想請教被捕的四個男人 有沒有說過往有案底 或者是三合會背景 另外他們和受害者 和那間找換店 是有沒有關係 是否相識的 麻煩你 關於那四名被捕人士的案底 我就不方便透露 他們有部份人士 是有黑社會的背景 而他們和受害人的關係 受害人和他們並不相識 是否擴懶 或是有黑社會的 在市場上 如果是有黑社會的 而是有黑社會的 和他們或是有黑社會的 或是有黑社會的 被捕人士的 那些不得了 首先講了他們怎樣可以找到這個受害人 我們其實在受害人的車裡發現了一個GPS的追蹤器 相信是這樣去追蹤受害人的行蹤 另外至於他們這個犯罪團的首領 我們叫做主佬 其實我們都已經鎖定了 關於他們的分工在這個案件裏面的細節 我就不方便透露 有了 主佬 其中的一個主佬也有 我問是 剛剛說犯罪 就是 賊人是在車裡裝了GPS 到底是怎樣裝 過程是怎樣的 這個怎樣裝的過程是我們的調查方案之一 暫時都沒有些細節可以透露 Cable的 想問回其實剛剛Cable為了四名男子 其實他們是甚麼組織呢 還有他們四個人有沒有關係的呢 還有有沒有其他人在那個組織裏面呢 還有想問當時的受害者 是不是有三個人呢 那說那個受害的男乘客呢 是不是逃離了現場呢 那其實他們是有些甚麼情況發生的呢 麻煩你 首先講到這四名犯人的關係 他們其實案發前已經互相相識 那是互相相識 那你說有沒有團火 有沒有其他人事呢 其實是有的 那所以我們拘捕行動仍然是進行中 我們都會全力追捕 這個團火是剩餘的人員 那關於他 你說那個男乘客有逃離現場呢 我想這個可能是一個消息的 溝通上的錯誤 因為是並沒有這個事實的發生 是的 請問一下那個GPS呢 是在車的哪一個位置找到呢 還有這一班的疑犯是怎樣鎖定 怎樣會看上了這個商人呢 他擺在哪一個位置呢 我就不方便透露的 而他怎樣鎖定這個受害人呢 我要 我們都是我們的調查方法之一 也都不能夠在這裏講 雁Sir 想再問一下這個受害人 那他可不可以講一下做哪類型的生意 就是要匯千幾萬的現款這樣 那另外想問呢 他們這個團火呢 行劫的時候有沒有武器啊 或者就是有沒有武器這樣 麻煩你 這一名受害人呢 其實他涉獵的是不同種類的商人 就是不是特定一種的 而案發的武器呢 有刀也都有鐵材 是鐵材的 是鐵材的 想問一下 剛才剛剛是不是講到 找回二十萬的款項呢 還有想問一下其餘的款項 即是其餘的 夾了的款項去了哪裡呢 會不會怎樣才能找回其餘的款項呢 是啦 除了二十萬的款項 另外還有大約一百多萬 就是他們買了的名車和名標都起回 而剩下的款項是我們調查的方法之一 除了全力追捕團伙的性別人士之外 我們都會全力追查這些錢的去向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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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